好 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謝謝大家來今天晚上的哲學星期五 然後今天晚上哲學星期五的話 比較特別大家可以看到在地的那些 就是不一樣的佈置 然後是由那個探免那邊的一些移工 然後組他們去做出來的一些手工品 然後而且今天是我們就是跟那個 Global Action 全球在地公益協會 然後他們一起合作的一個計畫 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的話 我們會先開始從我們先看一部影片 然後是就是有關於2007年緬甸的時候 就是一個所謂的泛紅花革命 他們那時候有很 就是十幾萬人上街頭要求一些民主改革這樣子 然後就是我們待會會先放片 那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今天兩位的語攤 那其中一位就是Global Action的那個企劃經理 王詩玲 對然後 再一位長者的話呢 是那個是有連大家都很熟悉 有連的話 他是那個就是老正的那個秘書長 然後他今天非常多的一隻 然後還有就是他也是那個就是台灣自由緬甸的網路召集人這樣子 那他們到會就是在這個片結束以後 然後由他們來跟我們分 就是分享一下說他們在那邊做的一些在地行動 還有為什麼會有這一些的緣起跟緬甸有關的一些緣起這樣子 那我們就先請兩位長者來跟我們分享一下就是 跟緬甸的這一些淵源還有就是Global Action在那個就是這邊做的一些事情這樣子 好謝謝 1 2 3 好 我剛剛你要先講嗎 我剛剛跟那個聲音做一個協調 因為 我就負責講影片的部分 然後當然他負責講Global Action的部分 包括比較新的 我是講比較舊的 其實也沒有很舊 有沒有很舊 那我 對不起我習慣站著講話 留待會兒還有一個新聞的影片給大家看 我是水友蓮 然後你們看我現在衣服穿這些衣服 就是為了那次的事件 是沙龍Revolution 那時候我們做的一件衣服 那後面就是我們的這個生理的這樣一個圖像 我問一下 第一次來責武的請舉手一下 今天特別多耶 有沒有很感動 第一次看到這部影片的請舉手一下 一定更多 那這部影片是我們TFBN 就是我現在衣服穿的這個組織 它是一個沒有立案的組織 它是一群台灣的NGO的工作者 譬如說我 我在勞政 我台灣勞工政縣 我發起了一個活動 這個活動 因為之前事實上台灣不只是對緬甸 對東南亞事實上並不是那麼了解 那2006年的時候 我到泰國去開會 然後我們那個組織就做了一個決議 講說每一年 每一年的6月19號 都要留三天 OK 為什麼是6月19號 有人知道嗎 有人舉手 請大聲說出來 翁山書記的生日 對 翁山書記的生日 所以每天的6月19號 請各國的我們的Member 就到緬甸的大使館去抗議 要求示範翁山書記 要求示範所有在緬甸的政治辦 那是我回來台灣以後 第一個發現 台灣沒有緬甸大使館 好 我想說 如果你沒有緬甸大使館的話 你可以到另外一個國家的大使館去抗議 就是中國 好 那台灣也沒有中國大使館 那 沒關係 退了求其次 你可以到另外一個國家的大使館去抗議 就是新加坡 因為新加坡跟緬甸的軍政府 事實上做了很大的生意 生意做很大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決議 後來我就回到台灣以後 我就弄了一個台灣free bubble network 然後跟一群NGO的工作者一起 沒有領錢 因為它是一個串聯的組織 然後開始去把這些影片找出來 然後開始去把它 因為都是英文的 沒有中文字幕 變成中文字幕 然後在台灣的很多的大學裡面 很多的地方 讓更多人知道緬甸需要大家的關注 緬甸需要大家的關注 所以這部紀錄片 可能在座各位很多人是第一次看 我已經看了數十遍了 那每一次看都每一次都會很激動 我剛開始覺得很激動 我剛開始在後面很自然就 很自然身體都動作出來了 那但是回過頭來想一想 2007年發生的事情 現在是2017年 10年 緬甸在幾年前突然開放 突然 真的是突然開放 突然到我們也不知所措 不知道想說 欸 這真的很假的 這個軍政府的槍槍桿子 什麼時候又會拿出來 你不知道 你完全不知道 那你回過的話 你來看台灣 今天是2017年 你再回推 2007年 1997年 1987年 發生什麼事情 解嚴 所以今年是台灣解嚴30週年 1987年7月15號是台灣宣布解嚴 在解嚴以前 像我服務的單位 台灣勞工陣線 成立1984年 1984年 是在戒嚴的時候 你不要以為成立一個NGO來幫助勞工 政府會appreciate 不會 他會叫一個李平頭的在外面點 賴樹勝 走進這個反叛組織 然後就到他的校園裡面 找一種人 台灣校園裡面 到現在還有的人 叫教官 叫教官 開始約談他 某年某月 某日的某一天的幾分幾秒 你到那個非法組織幹嘛 你是不是意圖判亂 意圖判亂這四個字 在台灣的法律裡面 只有兩個行者 一個是什麼 死刑 一個是無期徒刑 不要以為那很遠 1991年才廢除的 1991年才廢除 所以台灣其實你經歷過這一段 你對緬甸 你對我們的鄰國 事實上 這樣的一個遭遇 應該是感同身受吧 對不對 那以前在台灣某個年代 世界各國的人也是如此 用這樣的方式來救援台灣的政治犯 寫信 然後用各種的行動 那我那個時候在能夠扮演的角色 其實是非常非常渺小 就是讓更多的台灣人 更多的其他的 譬如說講中文的 就是這個世界裡面更了解台灣 那為什麼 為什麼那時候我們決議想說 一定要台灣來做這個事情 因為其實在這之前 有大部分的緬甸的資訊 都是簡體制的 那簡體制當然就是來自於 中國的簡體制 然後他們兩國在軍政府的關係 其實還蠻密切的 所以不會是很真實的資訊 所以我們大概做了一些 這部分的努力 我只能這樣講 就是說 你們剛剛看的那些 包括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還有幾部的紀錄片 也是我們已經把它翻成中文 然後有中文字幕的 叫緬甸密戰 然後還有Total Deny 前半否認 講緬甸的歐洲的石油公司 法國的Total 如何跟軍政府合作 為了緬甸的石油 然後去對緬甸的 做一些forced labor 就是強迫勞動的事情 那部紀錄片就是在說什麼 在說一群國際的工作者 然後協助這群緬甸人 去在法國的法庭 告訴一家公司 要求他們給付工資 要求他們給付工資 那紀錄片很好看 包括有一部紀錄片 叫做我們所住過的監獄 那緬甸的監獄有 大概大家應該印象最正 就是永勝監獄 就全世界對惡民造戰的監獄 大概大部分的Total Deny 大部分的這個虐待 都會在那個地方 這個非常非常地殘暴的一些事情 那這部紀錄片是有一個 緬甸的諧星叫做Jagana 他只是諷刺了 諷刺了這個軍政府 結果他的所有的節目 所有的活動被封殺 然後他被關到監獄裡面去 然後是那個計畫是有一個 德國的這個諧星開始想說 那既然大家都是搞笑的 那我們就來 我就來做一個紀錄片 對 沒有人可以這樣子被對待 你說對嗎 對 對 這就是有時候想說 那我們要關心什麼 我們能做什麼 那在那段時間裡面 一群人選擇了這樣的一個角色 做這個事情 然後把這些紀錄片翻成中文 然後我記得第一年 我那天才跟他們分享 其實第一年我來做 台灣自由緬甸網路的第一場活動 就請台灣社會關心緬甸 然後呢 就在現在的Stava 以前叫做Youth Hub 就是那個情婦會的一個點 結果現場來了幾個人 三個人 第二年 我們不死心啊 就說我們不死心 第二年半 來了一百個人 第三年半 我們辦了北中南三場的演唱會 然後到這個各大學裡面去播放這些紀錄片 讓更多人了解緬甸 你可以用各種方式來聲援緬甸的民主 它可能不是直接的服務 它就是聲援緬甸民主 你可能可以用這次叮個連署 國際上面的一個連署 或者像那個時候 我在看這部影會的時候 比較更感動的是說 那時候我們就接觸了一些緬甸的朋友 來台灣 然後他就說 其實我們可能不太需要直接的捐款 但是如果可以的話 你們可不可以找幾個鏡頭給我們 那時候我們就東湊西湊 舊的新的 湊了好幾部的這樣的一個攝影機 讓他們去做一些紀錄 那不是這群人 是另外一群在做社區教育 跟做一些活動的 那當然這部紀錄片 講的是2007年 加沙革命的這個背景 我只能這樣講 10年過去了 我相信 我相信 這場加沙革命 對於緬甸後來的開放 絕對有百分之百的影響 那時候我最回想那個時候 第一個我就到台灣的外交部去抗議 我要求台灣的外交部 以台灣的名義 政府的名義 要譴責緬甸軍政府 然後我跟也是佛教界的朋友 我們的施章會法師 他也是緬甸人 他也是緬甸人 其實我不是緬甸人 我其實我會講的緬甸話 非常非常少 就是會喊口號 Nemocracya siye 就是後面接下去 Door yeah Door yeah 剛剛有沒有聽到 有了 就是我實際上會扮演這個角色 那我們其實那時候想動員 全世界的佛教徒 來像緬甸政府是一樣 但是後來我們發現 Still keep silent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只有少數 少數幾個 那當然這個事情的影響 後續的影響 我相信軍政府 軍政府在知道說 因為森林不太隨便 我正在講有緬甸人 森林應該不太隨便 像這樣子走上街頭的 應該很少 幾乎都沒有這樣的一個 那森林走上街頭 而佛教在緬甸人 這些社會的那種地位 其實已經某種程度上 代表有象徵 那它最終的影響 當然我覺得是 是讓緬甸軍政府意識到說 意識到說 所有的這個強奴之末 應該要有所節制的 那你不要看緬甸軍政府 最近有一本書叫做 獨裁者的進化 對不對 他們也會進化的 他們會辦公投 而且公投是97%支持公投 支持那個公投內容是什麼 只要你嫁娶外國人 就不能當緬甸的總統 那叫什麼條款 獨裁甸軍 因為他老公是英國人 他老公是英國人 所以你們如果看 楊死球的那個Lady 那部影片的時候 你們就整個歷史就很清楚 那我想我就簡單的分享 因為大家看這部紀錄片 心裡面一定會有一些激動 待會就也比較跟大家做交流 那我們就 最後我就用這個新聞畫面 就是台灣人 其實我不是台灣人 我時常到國外去開緬甸的議題 我想說 I come from Taiwan but I'm Malaysia 我來自台灣 但是我是馬來西亞人 做緬甸的議題 所以其實你可以 不管你在哪裡 不管你想做什麼 很多人包括AI 聽過嗎 AI我們就寫信 警告緬甸軍政府說 我們看著他喔 你不要把他殺了 你把他殺了我們都知道 然後一個一個 一個一個的政治犯 慢慢的救出來 然後我就用最後的這個新聞畫面 來做我的解釋 你把他拉到前面去 replay一下 對 那這是 我講一下 這是有一年我們要辦遊行 然後呢 強風 強台 這個 西台 而且是台北喔 台北強台喔 那我想說 一定要取消啦 不可能再走了 以我在勞政二十幾年的經驗 十幾二十年的經驗 怎麼可能再遊行 台風遊行 你看什麼玩笑 可是緬甸的 有個緬甸人突然間流淚說 孫先生 可是軍政府不會因為 刮風下雨 又不殺人啊 我說 他就走吧 那我就用這個新聞畫面 做我演員的結論 然後 待會兒再跟大家做交流 那就看一下 這是由台灣勞工陣線的朋友們 所發起支持 緬甸民主領袖 翁山蘇京的遊行活動 不會爆風雨 仍然尤其進行 現場的狀況 就是進展兩方雨的報導 好 好 好 裡面大部分都演電人 裡面大部分都演電人 哦 我們可以看到呢 這些整人裡面的包含 相當過的外國人 還有這個 演電菜牌的橋柄 他在這邊大神的海豬人的頭號 更會說這個民主自由 是自己的省省的使命 因此在推演要求說 這個緬甸必須要民主 同時呢 這個要失望 溫山促進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呢 是一步的往前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橋內的波濾 是一波接著一波 因此在今天呢 讓大家拿的標語 可以說是 拿得相當的幸福 勇士 而由於在這個東區 這個附近呢 攻勢與勢 可以說是 非常非常的大 我們可以看到 就很多這個 到這邊用心的不中了 他們手上的這個標語等等 終於已經是 沒有辦法無呢 因此這個 主要帶走的 這個 南灣的洪水線 以後的人呢 就不斷的一直在高求 說 希望大家能夠注意自己的安全 我們可以看到呢 就可能是一個 臺灣市場第一次喔 在這個台湾強壯暴雨之下 這個所有的這個 標準的活動 仍然在持續進行 當中這樣的一個活動喔 而且人數還相當的多 不過呢 由於這個台湾的公式 與身邊數是非常的大 因此他們安定喔 要在這個北北市 進行這個 一半小時的流行呢 現在呢 是希望說能夠這個十分鐘 不止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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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 我只能這樣講喔 這個 這次的遊行 這個 呃 真的不止十分鐘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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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V8就是在這個時候進水 突然間 就死掉了這樣子 然後 好 把它關掉 好 然後 好 那 我最後一句話啦 就是說 其實我在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有一次我在中山大學 然後就有一個學生問我說 你們在國外鬼叫鬼叫鬼叫 有什麼用 我說 我真的不知道 But I'm still here 我就一直在啊 不知道你想怎樣 好 那我做到有用為止 就是 就好像Sam 司令他們 楊樹 他們在 邊境在做的事情 總有一天 我覺得 很多事情都會 往好的方向 這是 應該要有的樂觀 那我就 簡單的做這樣的一個分享 以上 謝謝 謝謝 我們最後在一起問答嗎 OK 好 剛剛看那個應該是東森對不對 東森的記者 要給東森的朋友 鼓鼓掌 對 好 那我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王詩玲 那我是就是這次辦展覽的 Glocal Action 全球在地行動公益協會的工作人員 對 那我回頭來介紹一下 就是這個展覽 然後到底我們 為什麼這次 我們在辦教育 但是還是找了這部片來播放 其實也是有非常非常大的關係 就是我們在泰緬邊境 其實在泰國境內 在跟這些緬甸移工 他們一起來為孩子的兒童教育 來做努力 那其實他們會出現在 這些緬甸人會出現在泰國境內 其實也跟就是軍政府的統治 有非常大的關係 他們不僅是沒有言論自由 然後 其實經濟上也一直非常非常蕭條 因為整個國家 他雖然是一個自然資源非常豐沛的國家 但是他都在軍方的把持之下 在大財團的把持之下 所以一般的人民是過得非常辛苦的 你看就是軍政府隨便決定 他要把燃油的補貼把它刪減掉 然後一下子物價就上揚 大家其實過得非常非常辛苦 所以你才會看到說 為什麼有人上街的時候 平民百姓會這麼激動的 就是在那裡鼓掌 就是真的苦日子過太久了 對那所以我們也會看到就是 在我們所服務的這個地區 Mesol在泰國邊境 就是隔著一條河 就可以看到緬甸的這個小城鎮 Mesol它就是正向 其實就有非常多來自緬甸的 不管是難民或者是移工 甚至是一些就是異議人士 他們是就是流亡的政治犯 前政治犯或是一些學生 他們會來到泰國這邊 來尋求一些新的出路這樣子 那我們的對象 像這些移工孩子 他們就是家鄉 其實很難找到工作機會 他可能生活在不管是都市 或者是偏僻的鄉村 他們都沒有工作機會 收入很低 然後物價一直在上漲 所以他們就來到泰國這邊 來尋找工作機會 可能是在農田 像那邊大家可以看到那個照片 他們是在很大片的農田裡面 然後或者是在這種成衣工廠啊 飽石工廠啊來做工 對那也是因為這樣子 他們來到泰國 然後可能經濟條件也不好 而且很多時候 他們就是沒有合法的身份 他跨一個河就出國了 對那所以他們的孩子在泰國 也是很難接受到教育 那這樣子的移工族群 他們其實為了自己孩子的教育 他們還是很努力 然後想辦法去拼奏住一間教室 所以我們今天也在這邊 就是佈置出來 這個是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從泰國特別帶回來的草稀 然後還有桌上 還有孩子們學寫字的一些稀字本等等 我們從泰國帶回來 他們其實就很簡單 一開始找到一片空地 或是租到一個空間 然後有人願意出來教書 他就當上了老師 那有孩子願意學習 他們就是學生 然後一間學校就這樣子誕生下來 對那 這樣的學校當然 跟我們在台灣接受的教育 就很不一樣嘛 因為我們在台灣習以為常 就是可能講少少的註冊費 或者是制服費用 那就來到學校了 然後 但是其實背後有非常大的成本 是我們一般看不到 包括比如說老師的薪資 然後一間整個學校的營運費用 對其實在泰緬邊境這些移工學校裡面 都是沒有政府來支援的 但是他們因為沒有放棄自己的教育 那我們看到了 所以也才來支持這樣子的學校 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就是我們協會就是成立以來 然後一直很努力的 在和這幾間學校合作 那其實也遇到過就是有的學校 他的校長就是年輕的時候 參加學生運動 然後發現政府開始在抓他的同伴 所以他就逃到泰國來 對那在當地就可以看到非常多人 他們就是可能在緬甸遇到各種困難 但還是雖然離開了家鄉 但是很努力的來過生活這樣子 那這幾年其實大家看到就是包括 從2010年緬甸政府突然大選 然後從軍政府變成文人政府 然後到後來示範窩山書記 然後窩山書記上台 大家就是對緬甸的未來 其實充滿了希望 但是窩山書記上台一年之後 大家會發現其實情況並沒有那麼樂觀 沒有改善的那麼快 包括大家可能有聽過就是羅興亞人 在緬甸受到非常大的迫害 然後變成船民要逃難出來 坐著船逃到馬來西亞 逃到泰國去 結果伴族怎麼沉船 或者是被遣送回去 繼續受到迫害 那還有包括現在也還是有非常多的政治犯 就是他可能因為在網路上發表言論 結果就被抓走 包括在窩山書記 當就是未同總統的這樣子的緬甸 還是在發生這樣的事情 但是其實我們回想台灣的經驗 都已經解嚴30年了 也還是有這麼多的問題 沒有辦法解決 所以就是也不難想像說 緬甸也不過才改變這幾年 然後還有這麼這麼多的狀況 是需要時間 需要大家的智慧去解決的 那這也是為什麼其實教育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包括這樣在緬甸 其實現在除了政治的問題外 還有很多不同族群 少數民族之間的一些衝突 那包括其實在緬甸 政府承認的族群就有135個這麼多 然後其實裡面有非常多是 一直都跟緬族為主的政府一直在打仗 包括他們在談和談的時候 這幾年在談一些那個和談的時候 同時間北部的可能山邦 克勤邦都還正在打仗 那這麼難解的問題 其實除了靠翁山書記一個人 一定沒有辦法去解決 他需要靠緬甸的整個社會去改變 有更有包容性還有更多的智慧 來解決這些問題 那其實這就需要靠教育去改變 那在像過去緬甸還是軍政府時代的時候 他國內的教育可能是非常單一 非常洗腦式的教育 那反而是這些在泰國境外 然後不是政府來資助的學校 他們是有機會去談論民主 談論人權 談論自由的 對 那所以我們就是 也一直支持著這樣的學校 然後也透過這次展覽 希望邀請更多人一起來關心 不管是緬甸兒童的教育 緬甸的人權 然後或者是緬甸的民主的發展 這樣就簡單分享到這邊 然後等一下大家可以有什麼問題 對 大家一起來交流 謝謝 謝謝 謝謝有人跟施林 就是其實在就是這樣子的 因為緬甸他其實也是因為他 就是殖民過後 然後我覺得留下來現在很多 後的殖民國家的一些問題 跟其實民主化的過程 真的是很不容易的過程 台灣的話也是這30多年來 才是一個很年輕的民主 所以就從他們的問題 有時候也是會反應到我們之聲 就像剛才看到那個畫面 他們那些記者 也很像我們早期那個什麼 綠色小組他們這樣子的感覺 對不對 其實我們有一些 可能有一些類似的經歷這樣子 那就是尤其在這樣子的地方 然後他們其實那種 所謂難民營 或者是在邊境這樣子的一個營區 它其實是有一點點像是真空狀態的 他們有一些 他們幾乎都是被迫不得已 然後才到了那個地方 所以這些國際的NGO組織 然後還有志工團體們 就顯得非常的重要 因為孩子們的教育不可能 就是一直在那邊空著群蕩在那邊 所以其實他們的進去 其實是給當地一個很大的一個助力這樣子 那就是剛剛也聽到 就是自我介紹的時候 很多朋友就是對緬甸這邊的也蠻關心 而且就是日後可能還有計畫 要到那邊去做一些志工活動 或是其他的活動 那我不曉得說在座的朋友 有一些想要詢問的 或者想要分享的一些 然後在這個時候 我們大概有二十分鐘 然後可以大概再討論一下這樣子 還是記者們有沒有問題 就是歐山初期上輪之後就是沒有改善很多 那我想要知道比較詳細的 怎樣沒有改善的部分 沒有改善的部分 剛剛有簡單的提到 就是包括其實很多少數民族的地區 它其實是歐山初期它沒有辦法管到的 就是各地都還有非常多的駐軍 他們把持著少數民族的土地 然後在那邊就是也把持著經濟資源 那包括現在改革開放之後 其實有非常多的外資進入到緬甸 大家以為這樣子會改善他們的經濟生活 但是其實沒有 就是外資進去 他可能投資的是大礦場 或者是要蓋水壩發電 那這些他們還是一樣是跟緬甸軍方的關係好的 那種大企業去合作 然後在開採礦場 然後甚至是就是蓋水壩的時候 其實反而是強制的破千 很多在偏遠地區的村莊 然後讓他們就是失去了原本的家園 然後原本的他們可能是傳統的農耕的 生活的謀生的機會 對 這是一部分 那其實在泰緬邊境也有非常多的難民營 有總共9多難民營裡面是 目前還是有超過10萬的難民在裡面 他們從過去緬甸獨立以來 就是一直在內戰的狀態 所以逃難到泰國 其實他們到現在也還是不敢回到緬甸 因為其實包括過去 流下來的很多地雷沒有掃完 然後還有很多少數民族地區 還有零星的衝突 或是大規模的衝突也有在發生 所以對難民來說 他們其實並不信任現在的政治的情況 然後甚至我們也有緬甸的朋友 都很明白的說 檯面上看起來很多事情在發生 但是實際上什麼事情都沒有真正改變 就是像軍政府會突然就自己拱手 把那個政權讓出來 他一定不是說他把所有權利 或者是他所有利益就放棄 那後面都安排好了 包括跟台灣一樣他可能情治單位 司法然後他的經濟 他其實都還是把持著 然後軍權他也把持著 所以就是並不是汪山書記 他上台一手可以獨立的改變這些事情 然後甚至汪山書記 他為了要能夠和軍方達成這樣子的平衡 所以在國外抨擊說 緬甸還在迫害羅興亞人的時候 汪山書記竟然是告訴國際社會說 你們這些都是亂講 就是軍方沒有做這樣的事情 你們不可以這樣子 侮蔑緬甸社會這樣 對啊 那不是靠他一個民主運動的領導人可以改變 就是民間社會的問題其實非常非常的複雜 那不同族群之間的 然後包括像我剛才也提到說 還有良心犯、政治犯 他可能單純的在網路上發個言 然後抵觸了某些人的底線 他就被抓起來就是被關 那我也順便打個廣告 就是我們在明天 禮拜六早上 也還有另外一個場次的活動 在這邊是跟AI就是國際特色組織的小組們一起合作 那就是要邀請大家一起來寫信 然後聲援還被關在牢裡面的幾個 就是緬甸的良心犯有 包括他是因為寫文章 然後發表連言論被關的 然後也有他是克青邦的人名 然後但是被捂衊說他是克青邦的反叛軍 然後所以把他關起來 這樣子的人就是到現在都還有 對 所以邀請大家明天可以就是一起來關信這個議員 然後很實際的行動用寫信來就是告訴緬甸政府說 外面有很多人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你們應該要就是把他們立即釋放 然後不要再對緬甸人民做這樣子的事情 因為台灣這幾年 一直在討論一個事情叫做轉型正義 那我覺得接下來當緬甸完全的民主了以後 剛剛你們所看到的那些畫面都會是轉型正義的標的 譬如說那個生理的浮在河上面的屍體 那個時候我印象非常深刻 因為我們在國際社會上我們就一直在講那張照片 但是緬甸軍政府也講說那都是造假的 那都是你們弄出來的 對 那 的確剛剛這個司令引講得很清楚 緬甸的複雜度 包括如果你們了解 更早以前1947年2月22號的冰龍協議 那冰龍協議到目前為止很多的不同幫的 就是老大或者是說不同幫的這樣的一個首領 他們還是認為應該要回到冰龍協議 來談一些事情 所以這是有一定的歷史的脈絡 所以不容易理解 尤其是他們的多元的民族 我會推薦你們看另外一部紀錄片叫做緬甸密戰 緬甸密戰 他們彼此之間 後來當然有一個免人自免的政策 所犯下的一些戰爭暴行 那也是將來絕對是在一個民主的機制下要去追究的 譬如說族群進化的政策 譬如說當初有很多的兒童軍的問題 那我覺得這些問題都是絕對不可能一時解決 那但是其實我們的社群 這幾年都為他吵架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羅辛亞的事情 羅辛亞跟我的國家很有關係 當那個船到馬來西亞的那個時候 我們等國家進來不會讓他進來 那當然國際上也給了很多的施壓 就後來羅辛亞他當然他跟馬來西亞的最大理念 也就是那個穆斯汀就是回教徒 所以這些議題都是翁山書記在國際社會上面最常被抨擊的 如果你們有機會到奧斯路的諾貝爾的 譬如說相關的明信片的地方 翁山書記的明信片上面 比如說曼德拉上面有一句 曼德拉講的名言 或者誰下面講的名言 那翁山書記講過一句名言 他說請用你的自由來將我們自由 Please use your liberty to promote ours 這句話在他的明信片裡面被塗黑了 被塗黑了 也就是說國際社會事實上並不認同這個奧斯汀書記 雖然我們那時候其實 比如我們會講Free奧斯汀書記 非常不認同他在這個議題上面的發言 也就是說他作為一個諾貝爾的和平獎的得主 他的高度是不夠的 而且他並沒有嘗試要去化解這個事情 那這是國際社會 包括我們的社群裡面 最近最常吵架的事情 就是最常前爭論的事情 那當然有些人認為說 他在如此複雜的族群關係 這個民主化的這個過程裡面 說實在的 你真正的民主了嗎 沒有人要把軍政府什麼時候 又要把這個權力拿回去 也不一定 不知道 沒有人沒有人有把握 也許在如此的不平衡的結構之下 他可能選擇扮演這樣的角色 然後去以便在將來可能得到一個不一樣的局面 但是我覺得從我的角度來看 羅辛亞這個事情 基本上我是蠻對他的蠻有意見的 我是蠻有意見的 所以 所以 了解族群的問題 族群之間的關係 包括還了解什麼 了解 比如說明天的歷史裡面 像我剛才講的1947年的病毒協議 跟他整個脈絡裡面的一些微妙的一些關係 我覺得可能是會對這個國家有更多的了解 那我再補充一點 就是說剛剛講到 譬如說財團和新加會的一個國家 如果你們有對 那個時候我們在做的事情 有一些興趣的話 我們可以 舉頭三尺有什麼 Google 舉頭三尺有Google 你回去Google一下就有了 譬如你打 對不起 不是我 不是在往自己點上貼金 因為 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你就打算有緬甸 你應該可以找到一些文章 那時候我寫文章 譬如我印象是我寫的一篇文章 又是新加坡 為什麼 因為當那個Solong Revolution的時候 全世界各國的緬甸人 包括在馬來西亞 新加坡 全世界各國的都市都在抗議 都在示威 只有新加坡政府這樣子 把每一個示威者的照片 照樣傳回去給緬甸軍政府 因為 因為 新加坡的主權基金 叫Tanasiholing 跟軍政府有很多的投資 包括飯店 包括Sintel 在緬甸的投資 所以我們那時候 在國際會議上 我們就一直在 contact Singapore government 然後他們講說 新加坡政府說 我們只 送了軍政府一些通訊器材 那是什麼 監聽 監聽 當然是監聽人民的器材 包括說 很多的一些像 大概在做緬甸的議題裡面 都會有一些像 像 像英國就被我們列入了 因為 我們在 當然這是一個爭論 譬如說 Sanction 制裁 到底誰會受害 都有兩派的說法 第一個想說 你軍政府還是 像 風災的時候 我們的網路說 你不要把錢匯進來 因為沒有用 因為軍政府 他的匯率是控制在軍政府的手上 你一美金可以換多少免幣 所以 黑市 絕對是他的幾百倍 好 那你不要把錢匯進來 那如果你信任我的話 我們可以用 把這個錢用 另外一種管道進去 然後讓這些 剛剛那個 Sea Crown Disaster 就是那個風災 大概 如果說 統計數字的話 是一個generation的兒童 就是在那個風災裡面死掉 但是 緬甸軍政府說 沒事 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 所以其實 在了解這個國家的時候 其實 第一個他很大 第二個他族群很多 第三 族群之間 其實 還是處在一個非常不平衡的 一個 某種程度對立的狀態 所以 種種的一些因素 會加重這個國家的一些複雜度 各位好 我是賴樹森 我是Sam 那 2007年 其實我在泰米邊境 08年 在泰米邊境 2003年到10年 在泰米邊境 7年 就是從事每天 奈米服務 簡短說 其實 那時候 方法革命 發生的時候 我畢竟不是他們 那你流離失所 有家歸不得的 是真的在邊境那些人 那 其實大家可以想一下 剛剛那幾部片 其實那時候發生 其實第一個反應 當生女主張接頭 然後開始在 紅火沛野 開始在傳到另外的城市 另外的城市 然後到達金塔 所有人上街去 其實你可以想像 在流離失所者 這些民運人 世人權工作者 其實第一個 其實剛開始是怎樣 什麼心情 是充滿了喜悅 充滿了期待 高張 就覺得 要變天了 要變天了 要改變了 要革命了 這麼多人 走上街頭了 軍政府要垮台了 我們可以回家了 我們可以像泰國一樣 像馬來西亞 像其他國家一樣 我們可以自己 人民做主 那我朋友其實 就這樣 就每天看到他們 大家臨上的表情 就是在談論 然後很多訊息 守在收音機前面 然後期待了 期待了一天一天一天 然後就突然傳來 軍政府上街 殺人 然後 鎮壓 然後在網路上 照片來傳來 民眾生女街頭複屍 跟我們這種 有距離的觀看 其實 當然我講 我就是比較貼近 比較近距的 那樣的 還是觀看 我還是觀看 當然 哇 那2007年 芳芳革命之後 我想 當時大家心都睡了整個 所有在那邊 然後我們 又 又能怎麼辦呢 又能怎麼辦呢 然後繼續 這些人還是在繼續奮鬥 他們自己的國家未來 繼續創事難民服務人權工作 那接著 其實 最近都還是很深刻 因為為什麼 影片最後面也出現 那幾次風災 2008年隔年5月 多少人 死亡 大家知道 還記得嗎 那 因為它是統計資料 其實 預估 後來政府也承認 大概就八萬人死亡 八萬人失蹤 真的 蛤 蛤 對 很多其實在邊境 就是一捲來個早上 其實十幾萬 將近也算不出來了 但是 這個統計資料 是絕對 超過十六萬以上 甚至它時候估計二十萬 二十萬的人 十幾萬人 這樣子突然人間蒸發 然後我們在邊境上 這麼惡號又傳來了 然後 後來國際援助要進入 軍政府又開始打 其實我講的很簡單 可是那種在當下那種心情 是 我覺得我連我都覺得我無法 很難承受 然後我的朋友們其實 我們那一年兩年的時間 其實 很辛苦 他們很辛苦 非常辛苦 其實很多人在酗酒 很多人靠酒精 然後喝 每天晚上大家就是工作 白天的NGO工作 他們當地的民族團體 人權團體活動 大家結束晚上找到一個 小干媽店旁邊 這些沒身份的人 然後每天在做 做人工作 可是對於他們期待 一次又一次的破滅 然後一次一次又看到 這樣子的生命的消失 然後自己家人在那邊 然後想回去 又看到軍政府 又這麼 這麼 這個狀態 那 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那心理的狀態 其實我們外人真的很難 很難去 很難去 真正感同身受 我們可以試著感同身受 可是畢竟不是發生在我們身上 可是又這樣子 晚上就要喝酒 厲害了喝完了 隔天早上起來 一大早還是該幹嘛就幹嘛 然後又到晚上 那個傍晚 夜幕低垂的時候 又聚在一起 又還是那幾瓶酒在那邊 就流離失所那個狀態 然後就對抗一個 希望一個軍政權的翻轉 就是變化 其實是漫長的等待 那過程是真的太沉重了 那我會說 因為就像蘭花小學 這邊這個照片 我們這兩年 就是原住的 他其實就是 剛剛影片最後 弄那幾十風災 最後那些是災民 因為災民去了哪裡 後來我也失去了 然後我們在冰淇淋 就遇到 一千多個 大概一千多 若開族就是緬甸 綠瓦底江中部這個 他們家裡被衝掉了 逃難到了邊境 然後再到泰國 2008年就到了太遠邊境 然後那時候 他們這個族群 就只好留下來 打黑工 沒有身分 然後生理辦了一個學校 社群們就是這樣 用自己的力量 勉勉強強去營運一個學校 然後現在還在 一樣其實殘蛋經營 其實還殘蛋經營 可是這些孩子 這些家群 他們就是 留意失所者 就是受到 納吉斯風災 然後到現在 彷彿時間 就像瓶子一樣 我自己覺得 就 十年二十年 在外面 我們這樣的社會 其實變得很快 所以我們才會 翁山書記釋放了 這幾年 然後我們就很快 這種心態去期待它的轉變 但是真正在 很多很多的地方 這麼複雜 這麼大的地方 又有這麼多的 這麼多 很很沉重的東西 我覺得那很沉重的東西 其實它是 真的沒有辦法 也不可能有 快速的一個解決方式 然後最後一個 其實就是因為 族群衝突 那難民其實 他不然少數民族 他們其實還是有武裝對抗 最難解的還是仇恨 最難解 那是殺戮的仇恨 就是我殺你 你殺我 我家人被你殺了 你的家人或我親近的 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這個 這個當然是最令人難過的 可是接下來 其實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其實對他們來說 也對我們來說 其實就是一個和解 其實這個都還沒有真正談到的 可是這樣轉型正義 然後真相的揭露 到最後放下的仇恨 還有這樣的和解 其實是我 我覺得充滿祝福 然後繼續有機會跟他們一起 我們願意去了解 願意去理解 我們就可以有一次幫助的機會 謝謝各位 我問一下蘇琳有問題 就是你們在那邊做的嘛 然後你們是怎麼樣去切入 就是教育這一塊 就是怎麼樣跟當地建立起合作 那我剛才看到就是 你們有蘭花小學 然後綠水學校 你們在當地是怎麼樣 就是跟幾個學校合作 或是去支持了幾個學校 這樣的教學計畫 然後你們也有就是那個 就是太緬邊境的公益參訪之旅 那你們就是這個計畫 他是怎麼樣進行 那你們希望說你們帶的人過去 他是看到什麼樣的緬邊 或是太緬邊境 好 我簡單介紹一下 因為像Sam 然後梁素姊 他們都是長期在太緬邊境 在做難免人道救援工作的工作者 那其實住在當地久了 就不會只有碰到難民裡面的這些難民 就是包括住在Maiso的鎮上 你會看到很多 欸這些看起來 跟一般泰國人不太一樣的面孔 然後他們可能出現在 你比較不容易看到的角落 可能是在餐廳裡面安安靜靜的端盤子 可能在工廠在農田 那後來就是慢慢的去了解之後 就發現他們就是一群從緬甸 來泰國討生活的人 那也是了解到說 欸他們其實生活上很困難 然後孩子可能很多時候就是 在街頭上晃來晃去 然後後來也才發現說 還是有一部分的孩子 他們是因為社區的努力 所以有辦法進入到這種類似私俗的學校 就是社區自己去自立營辦的學校 對那我們就開始去了解認識 然後後來也在2014年成立這個協會之後 就是募款來資助這樣子的學校 因為他們就是自己都沒有放棄下一代的教育 那我們希望能夠支持這樣子的學校 那其實主要就是 自助他們一些就是日常的running cost 就是這種持續性會有消耗的 例如說老師的薪資 然後學校營運費用包括地租、水電費 然後還有孩子甚至有的是需要營養午餐的 然後買課本、買教材這些都需要花分 那我們去資助這樣的學校 就很多人會認為說 好像這些落後地方的學校 好像是國外的組織就是很有愛心的 帶了一筆錢來這邊 蓋一間學校他才出現 但其實事實是當地的人 他們就是一開始為了要解決自己 社區裡面的教育問題 所以去想辦法聘湊出這些學校 那其實空有一個建築物 是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你需要老師帶著孩子去學習這樣 然後也包括其實像大家看到那個 那麼廣袤的農田裡面 其實他們很多移工他們住的聚落 是非常分散的 那白天的時間爸爸媽媽出去工作 小朋友可能就是單獨在家裡面 或者是就在街上遊蕩 那其實在這種邊境地區都 經常會有這種人社集團 然後可能就是管騙小孩、管賣小孩 所以其實小朋友他的安全 他的保護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所以有一間學校他除了就是教書 教你寫字算書以外 還有一個更基本的一個功能 就是保護這些孩子這樣子 那我們就是資助這樣的學校 然後和他們一起合作 然後也有資助當地的教育組織 來舉辦教師的培訓工作坊 讓他們就是每一年或半年有一個機會 對這群老師聚集起來 一起來互相學習 然後也跟資深的教育工作者 學習一些新的 比如說怎麼樣設計教案 怎麼樣經營一間學校 怎麼樣管理你的教室這樣子的知識 那其實這樣講得好像很專業 但是其實很多時候是 這些學校因為很分散 然後甚至我們之前辦的教育工作坊 六、七十個老師裡面 有一半是在Mesho地區 在泰國境內 然後有另外一半 他們是從緬甸的深山裡面 就是咚咚咚 長途跋涉的兩三天才來到泰國境內 來上這個工作坊 那其實可以想像 他平常就是在很偏遠人煙稀少的地方 就是靠著自己的力量教書 然後其實他們是需要彼此互相鼓勵的 所以這樣子的工作坊 也是讓教育工作者這些老師 有機會就是互相取暖 互相鼓勵、互相激勵 然後再帶著一些薪資 然後帶著更多的心情 回到他們的工作崗位上 那只是當地的大致上的教育狀況 然後我們協會有舉辦 就是這個105號公路的公益參訪 就是帶著台灣的朋友們 一起去到泰眠邊境 然後去拜訪這些學校 然後認識這些老師 這些教育工作者 然後也會去拜訪到這些孩子們 然後實地的了解當地在發生什麼事 那另外也會去到其他 我們協會有在推動計畫的地點 包括是在泰國的克倫族村莊裡面 大家會跟部落的村民 就是一起度過兩天三夜這種 就是很自然的很傳統的 克倫族的生活 就在高角屋 然後沒有電沒有網路 大家就放下手機來好好認識一下 身邊的台灣人身邊的克倫族人這樣子 然後也會有拜訪還有一個很重要 跟剛剛的影片很有關係的 就是在MASSO鎮上也有這個 緬甸的政治辦的支援協會 他們有一個小小的博物館 去告訴你說緬甸的那個監獄長 什麼樣子裡面搭過什麼樣的生活 那還有很多其他當地的 不管是緬甸人、泰國人 他們一直在為自己的族群 不管是教育、他們經濟 然後等等在努力的部分 都會有機會看到 那當然大家背後就會看到 也有很多來自就是 琴化手織品的這些很漂亮的作品 他們是泰國克倫族村莊他們支的布 然後由那個工作坊的緬甸女生 把他在設計裁縫生這些 就是現代社會使用的東西 那就是讓克倫族村莊的村民 他們可以繼續透過支傳統的支布 然後有一些就是比較穩定的收入 就是鼓勵他們繼續這樣子的傳統 然後也讓那個不管是村莊的婦女 或者是這些工作坊的緬甸婦女 也有一個穩定收入這樣子的 那就很歡迎大家有機會 可以跟我們協會一起去碳免邊境走一走 那如果你就是認同 我們在碳免邊境做的這些 教育發展的計畫的話 也當然很歡迎成為我們的捐款人 然後支持我們繼續來推動更多 這樣的活動和計畫 還有朋友有問題 想知道更多一點 就是上座部佛教他們 而且在裡面好像很多人 就是他們是一個很龐大的社群 是不是 就想知道他們這個社群 這個佛教圖社群 對他們社會的影響力 還有他們的就是一些行動 對 因為其實根本 不一定會 每天半十四 幾乎四百 九十多 對 幾乎都是佛教圖 所以 最近不是經常 東美國家經常有恐怖嗎 那外交部都會打電話到我們辦公室 詹密書 詹密書請問一下 你們辦事處 會不會有什麼恐嚇電話啊什麼 我說你放心 我們是佛教國家 我們不是佛教國家 說你放心 他佔了百分之九十點 九十五點多 我紀念是這樣子 背部的那個數字 對 所以說他們回教國 其實回教印度人也蠻多的 在那邊 對 我們華人的話 幾乎也是信佛教比較多一點 這樣子 對 所以他們在佛教 他們信佛非常的謙正 剛剛在那個真理被殺的那些事件發生 這個是真的是在他們國家裡面 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 結果被迫出到國外來的時候 大家去嚇一跳說 怎麼新政府可以這樣子做 對 對 對 他們沒有政治色彩 他們不會有政治色彩 對 他們這次是真的是出來為人想這樣子 對 對 後來他們也退出 就是學生開始起來了 大學生 所以他們明天那陣子的大學 是不信心地管起來 很多人每一年都會舉辦大專 聯口向台灣的 考上同學就是在家裡面 沒有辦法開學 因為政治很亂 然後大學生都出來很亂 然後教育部就說 不開學 無限制的喔 多少年都不開耶 對 無限制 就是說 我們不是說五年以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 開學了 他們說無限制的 我不是讓你們上大學 很多同學是考上了 大學都在家裡面 對 那個時期非常恐 我那時候有看一些報導 他是說因為在緬甸的大概佛舊 就是僧侶他們大概有快五十萬 然後就是軍政府只有四十多萬人 所以他們唯一會霸得力量這樣子 對 不過也蠻好 為什麼就是這一次就是僧侶他們會自己 帶頭出來這樣 這也是蠻有意思的一個 對啊 不曉得這個電台還在嗎 這個電視台 應該還在吧 一直都在 所以現在已經 那他可以在緬甸就是播放他的新聞 不行 不太知道 不知道這一部預先 那還有沒有就是朋友有問題或是想要 等一下 好 那邊 我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 那個羅西亞人的問題應該是很久以來就有了 那為什麼會最近變嚴重 就是說 難道在 在翁山書記上來之前沒有迫害嗎 然後 對那為什麼 最近突然 是突然變嚴重還是說被關注還是說 我不知道 我就覺得這個我有點疑惑 就是說這個事情到底是一個怎麼狀況 如果說 過去的 過去的在軍政府時代就有的話 那為什麼現在突然變成一個議題 這我的疑問 喂 好 其實 那我講也跟那個就是資訊的公開度有關 就是因為這幾年緬甸開放的資訊比較流通 大家比較有機會去看到 而且包括他們又大量的開始往其他國家來逃 所以比較能夠被看見 但是 羅西亞族其實在緬甸受到的那個狀況是一直都存在 那其實根源是 過去緬甸其實是跟印度是同一個殖民地被英國統治的 那其實有蠻多的主流的緬族會認為說 這群羅西亞族他們是 英國殖民者他們從 孟加拉那個地區把他們引進到緬甸來 然後 不管是來做工或者是甚至來就是 抵制主流的佔百分之六十八的緬族人這樣子 其實在那個各個殖民國家都可以常看到這種 就是我們說以儀制儀的方式 那包括在太緬邊境的克倫族人也是過去 英國人和克倫族人合作 然後去抵制主流的緬族這樣子 那就種下了他們兩個族群之間的這種矛盾的種子 那以後英國人離開之後那個矛盾就直接爆發開來這樣子 那所以很多緬族人 緬甸族流社會可能會認為說 羅西亞族其實是外來者 他們不是緬甸人 對那他們就是在一個非常尷尬的位置 就是緬甸政府他承認的一百三十五個族群裡面 並不包括羅西亞人 對那但是其實孟加拉也並不承認這群人是他的公民這樣子 那導致他們今天就是被互踢皮球 對那甚至經常會 就是我覺得就是不同的族群生活在一起難免會有這些衝突 那有時候就是被放大了或者是緬甸軍隊進去鎮壓等等 然後那個流血的事件就是不斷的擴張 對那資訊出來之後就導致現在受到世界上這麼大的關注 對如果那個大姐你這邊有相關的了解可以分享一下 到一般緬甸人對羅西亞人的看法 全世界裡面最難拿到那個 最難拿到那個國家的身分就是緬甸 像美國你可以他有移民的一些規則怎麼樣 緬甸永遠拿不到他的身分證 就算我們在緬甸出生我也拿不到緬甸身分證 那羅西亞族他們也是一樣送孟加拉裡面過來 他永遠不會給你身分證 我緬甸不承認你是我們的民主 所以真子就在這裡 對金政府時代敢入不敢演這些人 但是現在開放民主了嘛 開始走向民主時代 所以問題越來越嚴重 就是這樣子 還有在我們北部的有一個 我相信你們有聽過郭幹區嗎 郭幹區 對 它是外壓片的地方對不對 也是一樣對不對 那個區的人民是從哪裡來的 就是我們雲南人 然後在多少年 我也沒有辦法講 他們牽到那個區裡面 對不對 現在都是我們華人 都是我們雲南人在裡面 那個也是一樣 雲南人在羅家他們全部都是 一家都有軍隊對不對 在那邊你打我我打你 緬甸政府他也沒辦法解決啊 對啊 所以我們那個區來的人 在軍政府時代他們就會 我就擾亂你邊界嘛 我就跟你談談嘛 你要不要跟我們發身分證 你們跟我多少名兒 他會跟軍政府打 所以他們那邊那個區的人 幾乎都有是緬甸身分證 但是他那個緬甸區的身分證 你拿到陽光啊 他把瓦城真正的緬甸來用 那些軍政府時代 你這個區的身分證 你怎麼到這邊來啊 你只能在那個區用耶 就是這樣 他永遠拿不到他的身分證 你說羅興亞族 他絕對不會成那個緬甸 他就把他丟到這邊丟到那邊 現在民主時代嘛 他們就開始興起來了 這個事情 軍政府時代是敢怒不敢言 就是這樣子 因為軍政府他很多事情 他是不解決的 那現在恩尚書局開始頭痛 就是這個少數民族的問題 尤其我們那個區也是一樣啊 還在解決當中啊 我稍微補充一下 我有很多民進的朋友 他們來台灣都是用假護照 因為他們根本拿不到護照 因為他們沒有身分證 根本不會用護照 所以後來當然這個假護照 就衍生很多的問題 比如說現在還是有個群人 他無法取得合法的證件 所以他們在台灣可能沒有健保 然後沒有其他的這樣的部分 那當然你要回去緬甸 證明你是假護照 那也是一個風險 所以這個護照問題在這個地方 剛剛是已經把羅興亞在殖民時期的 這個在全世界的歷史裡面 包括說像盧安達世界的 土西族跟葫蘆族的那樣的一個 也是法國奔而自知而導致結果 反而是四親變成四寵 那樣的一個結果 羅興亞的事情 我們在一次國際會議的一個 agenda裡面來討論 羅興亞人在馬來西亞 在馬來西亞的處境 那因為他們因為宗教的關係 他們也想說跑到馬來西亞 看可不可以那個 那那個事情後來我們在國際上面 也引發了很大很大的討論 就是用一個人頭五百塊馬幣賣成奴隸 那事情發生在我的國家 我當然就很生氣 那我就會在那次的國際會議裡面 就想說就是去提案說 要求國際社會應該要關注 因為緬甸那麼大 在那個時代要看到羅興亞的問題 很難很難 那當然剛剛已經提到的 國感或者其他的這個部分 的這個問題 那說實在的 你要去少數中的少數的這個問題 真的很難被看到 那因為那個事情 事實上才是讓羅興亞的事情 慢慢都曝光 受到世界所的一個 那的確這幾年發生事情 講說更激烈的 他們對羅興亞的這樣的一個 包括翁山書記自己講 發表了一個很長很長的說話說 你們要在罵羅興亞的事情 態度的時候 請你們去看看裡面的歷史 那當然我們對他講 那一段話一對話 我們當然是表達非常非常的 不以為難 因為你必須要嘗試去解決這個問題 而不是認為說這是歷史的事情 不關我的事 那當然絕對是一個複雜的議題 剛剛已經有講過這樣的一個部分 我就是在這之前看幾篇報導 一個是那個報導者 他有一個張翠蓉小家寫的吧 他說可是其實好像是因為 就2007年以後 然後就是這個 就是加沙革命以後 然後軍政府他們可能 勢必面對一些壓力 所以他們其實暗中支柱了 有一些所佛教的護教團 所以後來又引發了 969的一個那個運動 對 然後這個護教團的話 其實就是他其實就會造成說 他們就是有一些 有謠言在散播就是說 因為其實羅興亞族 他其實有一百萬人 他不少 他很多 然後他們就是會講說 其實也許 尤其又跟現在ISIS 這一些那樣子的關係 恐怖主義的星期 然後所以他們會有 他們會有散播一種謠言 就是說我們有點就是 受到威脅這樣子 然後可能是因為這樣 這也是一個衝突的導火線 而且2012年的時候 就是曾經有發生一個案件 是有幾個穆斯林好像 侵犯了一位就是 性侵了一位佛教徒的女性 然後那個事情也引發了 蠻大的一個暴動這樣子 然後所以就是可能這些問題的糾結 然後加上有心人的煽動 然後或許就是在這個後面 一些作祟的原因 其實可能成因真的非常的複雜 這樣子 對對對 那就 還沒有什麼樣要再提出的 不然的話 我們就先到這邊結束 然後今天非常謝謝獅玲 然後跟永玲來這邊 跟我們做一些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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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